女星喝水防掉口红,范冰冰身舌头喝,热巴超淑女,赵丽颖最聪明。 每次在我们每每擦完口红之后,喝水就成了一件小尴尬的时候,满脑子都想着怎么让口红不掉呢?明星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,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吧。 我们的范爷!范冰冰相来以霸气出名,喝水当然也不例外,在喝水时看上去倒是很接地气,这样的姿势嘴唇还真的是碰不到瓶口,很像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些为了避免口红蹭掉夸张吃东西的视频,和视频里的人有的一拼,这嘴巴和舌头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出了劲,为了不影响妆容,女神包袱真是掉了一滴。 她的嘴巴和舌头,但却也不失为一种方法。 唐烟喝水最具有女人味了,端庄文雅,喝水得十分像古人那样把嘴巴遮住,显得非常文雅。 迪丽烟喝水时脸颊嘟嘟的样子,满满的活力元气,像漫画里的美少女,她为了避免让水把口红的颜色稀释掉,只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河,真的是相当的有耐心啊。 还有Angela Baby,喝水的样子也是十分可爱,大大的眼睛永久有神,这一看就是在录制奔跑吧,因为非常辛苦急需水资源吧。 Angela Baby就是属于那种小口喝水的,感觉一只手都握不住矿泉水平,整个人都很小只,脸也非常小呢。 能看出来杨逆喝水的样子有多么认真了,两眼就直勾勾的盯着呢,拿着玻璃杯,这小小的兰花纸翘着,也是太可爱了。 不得不说赵丽颖了,赵丽颖喝水的样子就比较呆萌了,是非常机智,直接用吸管喝就可以了。 大家也是不是感觉范冰冰和迪丽热巴都抵不过赵丽颖的机智呢? 范冰冰,1981年9月16日,中国大陆这名女演员、制作人,出生于山东盛青岛市。 毕业于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,金正海师范大学谢晋应师艺术学院,2。 1998年评级大受欢迎的电视剧《还珠的歌》成名。 2003年,她主演电影《手机》及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。 此后,她演绎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,尤其体现在电影《苹果》2007、《光阴山》2011和《二次曝光》2012中。 2014年,她参演了好莱坞大片《X战警》,逆转未来,随后制作并主演了82集电视剧《五嫩娘传奇》。 2016年,她评级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摘得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,和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。 2017年,范冰冰入选为《时代百大最具影响力人士》。 2017年,范冰冰入选为《五嫩娘传奇》。